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提到 余温生是在当时深夜11点多 警察闯进了家 当着他孩子的面把他抓走 那对他家进行搜查 我当时跟大家解释的 我能记住的就是 当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这些人带上国徽的时候 替党工作玩命的时候 他立刻就成为了高级动物 当着孩子的面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种这样的描绘 就是指这些人没有人性 我们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当中 都会意识到 这样的描写 就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概念 这些行为是没有人性的行为 我个人只是说 为什么不能够清晰的认识共产党 人共产党说得很清楚 他是高级动物 共产党在统治过程中 把人作为高级动物 是放在课本里讲的 是从小教育今天中国人说 你不是人 你是高级动物 那你为什么让他有人性了 你为什么提出不干的呢 大家都太 很多朋友很自私的认为 我家里的事 我自己的事 这些事跟我没关系 那么狭隘 那么短视 那么自私 人家把你当成高级动物丸 侮辱你的灵魂 强奸你的人性 你却毫无抵抗能力 因为你没有认识到 他是对你人的侮辱的这一点 你只觉得不关我的事 你只觉得你老婆出门给你买顶绿帽子是关我的事 而你想过没有 你老婆出门给你买顶绿帽子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小时候六岁 七岁的时候就被教育成是高级动物 而造成了今天给你买帽子的原因 有朋友可能觉得 时常你有时候说的很激动 我觉得真笨啊 真笨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打压维权律师是对中国有害而无力 肖国珍 这肖国珍是个律师了 国内比较有名的律师 这篇文章是一种观点性文章 那阐述的事情是从七月初开始发生的事情 文章写的非常长 他说 直到两年前 我一直住在北京 我是一个法律专业人士组成的松散团体的一员 普通中国人称我们为维权律师 而中共当局称我们是犯罪团伙 因为我们公开挑战了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法律体系的方式 说得非常直接 大多数得到我们帮助的人 被当官的被中共的官看作闹事者 他是中共的官 他要不把你看作闹事者 他就不是高级动物 他就变成人了 而摆脱了高级动物的控制的那些官 会能够接受的 他说 比如房屋被强拆的上房者 持不同政见者 基督教的成员 法轮功学员 以及那些受到城里雇主欺负的农民工 这是维权律师帮助的对象 然后他也提到说 2013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美国 但是他的很多朋友 为了争取社会的公正而选择留在了中国 在过去时间里 过去这两年 包括你像滕彪这样比较曾经比较有名的维权律师 都出来了 我相信是因为国内的残酷的现状 7月初维权律师当中 超过200人被拘留审查或陷于监视居住之下 这是我们所见过的对法律界的最严厉的打压 被拘留的律师中有许多人被关在秘密地点 在他们被关押期间 有些人已经被迫承认自己的犯罪活动 人的活动在高级动物的眼镜里是犯罪的 但如果有人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我说过 直接打击律师行业本身 是这个政体的崩溃的一个绝对的标志 他也提到说 这一次镇压的氛围让人们看到现实的严峻 那所有今天中共内部的概念 在现实发生的股票的暴跌 经济放缓 特别是习近平的反腐斗争 已经在中共内部引起了深刻分歧的背景之下 维权律师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影响力越来越高 那也就造成了中共领导人的恐惧 他们觉得党可能失去控制 而其合法性土崩瓦解 合法性本身已经不存在 那惧怕失去控制 这是肯定的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上面说的 反腐已经造成中共体制内部的彻底的分裂 分崩 在分崩的背景之下 谁惧怕共产党失去控制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 已经不是单纯的内斗了 因为已经把共产党撕了 我刚才这期节目讲了 为什么高级动物在人的最淫荡 龌龊的一面这么感兴趣 而我的形容说 一条拽着左腿 一条拽着共产党的右腿 把共产党从卡不当死皮了 直接应对他的品质 那文章呢 结论 今天主政的人和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 这种对律师的镇压 最终会导致其共产党的政治破产 在中国维权律师充当了压力的控制阀 引导着民众通过适当的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 帮助他们表达意见 那中国各地每天都爆发数以百计的抗议行动 那中国人民在对腐败 争地国家迅速发展带来的其他不公 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在这种极其不稳定的社会中 压制温和意义 损害了中国向民主社会和平转型的机会 可能会引爆大规模的暴力的社会动荡 甚至引发政变 那今天主政的人如果在政变中失去权力的话 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发现自己没有独立的辩护律师 那确实是这么回事 其实那肖国珍律师就看出了这一点 这样的概念就是故意引起社会动荡 对吧 而这种社会动荡当中引起的政变的说法 也是引述了他前面讲过的 共产党内部的分裂 而我的看法其实挺简单 这是抛弃共产党的过程 大家一定认清今天现实的场面 到底是什么人在做或者什么动物 什么高级动物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如果中共上层因为反复已经完全裂变了 完全分裂了 所以你就不好一杆地打掉所有的人 因为有些人想在从中 过程中抛弃高级动物恢复自己人 那有些高级动物要一根的扎到底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 是我说的斩妖除魔当中的妖魔 那就在肖国珍律师的那篇文章 在纽约时报登出来之后不久 一两天吧 法广报道讲 律师在内的200多人联署控告中共公安部 抗议警方大规模抓捕和威胁律师 那这个事情也是在余文生律师被抓之后出现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抗争 对吧 看到的是一种抗争 在我的眼睛里 抓律师的那些高级动物是很希望这种抗争出现 所以这是我也跟大家讲 因为这期节目是我们提前做的节目 那我们不知道这一两天 在我做节目和播出的这段时间里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个人很相信会发生一些事情 一来一去 有来无往非离也 在中共的体制打斗当中 这也是一个铁律 那随着周本顺被抓 有关周本顺的故事就出来了 在周末前 有篇报道提到说 周本顺之子被查 涉及到与令计划家族经济上的瓜葛 周本顺的儿子和原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领导的儿子 胡雄杰 在上个月底 在长沙保时捷中心被公安部带走 调查原因涉及到经济犯罪 可能涉及到与令计划妻子古丽萍之间的经济往来 那周本顺在此之前呢 据说跟湖南是有很深的瓜葛 那人家的儿子你一块赚钱利用老爹 那是生活对不对 那我想用这个内容只是跟大家说 你记住 凡府他一直没改变的一个方式 叫满门抄斩 所以这我一再跟大家强调一点 对曾经的大官都是采取了满门抄斩的故事 而对他们的判刑 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家被判死刑 没有一家被判死刑的 也就是这人还活着 那朋友就可能说了 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很正常 对吧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共产党会没了 那你那个三十年河东河西怎么说呢 你让我说呢 你就把河扒了口子 让河改道就完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influenced by the 我妈妈 你怎么把这一天 看到了 似里面 还很正常 我说 你